可是之前你有讲到一个就是说 你去外面,然后去看到很漂亮的石头 荷召人拿,那个是天地之物 那也是算到 那个可能就会 人家也不觉得说自己会那个内心有亏就好 可是你说那个情形会比较直接 对,因为这样比较明显 你到那个河川去捡石头的话 那还好它有一些成分 就是说石头是天地之间很平常的东西 那会欣赏的人 他看到很喜欢的他会拿走 可是同样的人来看到他不喜欢的话 他说那在捏桌了 拿到那礁头要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 所以那一种它比较上来讲 虽然也是天地的东西 可是我们就比较没有 那一种樊鼠里面没有规范说 你不能捡 没有那个规范 那既然我们没有规范 我们去讲说你这样不对 他会不服 心里面不服气 明明这大家都可以抢 心里面不服气 他会不服气 所以我们就不去讲那个 因为他那个角度也是比较多 你捡了以后也没有人会说话 你不捡也没有人会称赞 所以那一种那一种问题我们就不提 那个会比较有争论 会争论的这个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会比较落入各说各的 那我们讲的是比较通俗话 大家都听得懂的 都知道的 是一种道德规范 所以老一辈的那个道德 道德观念很强 不道德事他不做 那现在因为这个整个科技发达 就变成那个道德观念比较沦 所以只要对我有利 他就做 道不道德其次 所以这个叫做 野兽变得很少了 人变得很多了 很多人都是野兽来转世 所以就不要苛求 我们都有根基 所以我们要自己美丽 非常流行 希望能够